总店位于台南的1982的Glase法式冰淇淋成立于2015年 加入弯腰农夫市集至今已两年多 他们将冰淇淋作为人与环境沟通的媒介 将不同口味的冰淇淋套上不同的环境故事 让环境生态教育落实在大众生活当中 像是猕猴爱吃这个口味 是源自于云林棋盘措果农的故事 农夫会先让猴子饱餐一顿之后 再采收剩下的柳丁贩卖 胡淑宇采用了他们的柳丁作为冰淇淋原料 再用水蜜桃作为调味结合 然后因为吃冰淇淋的时候又很开心 就希望通过这一个可能会很开心的五分钟的时间 五到十分钟是用配跟客人 就是透过这个冰淇淋这样显得满机上满意 对 胡淑宇看见了法式料理对于天然食材的重视 决定学习他们的精神 也因此他选择与台湾的在地农夫合作 像是南华水库水源保护区的甘蔗 许庆良牧场鲜奶与全用牧场的动物福利鸡蛋等等 坚持使用道地食材制作冰淇淋 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收集到 比如说有100个口味的冰淇淋 300个冰淇淋 然后就这样 就是食材都在跟环境的关系 在未来 吴淑宇想透过冰淇淋与环境议题的结合 去唤起社会对土地的关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